他很多个月前很久很久以前的网络民调 那他是故意拿来用他节目 陶渊市长曾文蔡面对对手攻击似乎不担心 但年龄大选将至这场战恐怕不好打 因为根据议员王浩宇联书的民调统计 曾文蔡以48.42%只歇为领先陈学胜的42.31% 还有9.27%的选民尚未决定人选 陈委员基于反击 把他很多个月前的民调拿来讲 其实这个是有点转移焦点 谭言不是很担心待面对对手陈学胜 认为曾文蔡处理进棚大火一事 似乎有失名义 让他的连任之路身陷苦战 现在大概只差6%左右 而且这次在发生大火之前 所以我相信大火之后 陈学胜朋友自信 地方大选倒数 郑文蔡拼连任 面对步步逼近的对手不能再掉以轻心 欢迎新闻陈明晏许国豪讨厌报道